不要总是希望别人能够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 事实上你自己也成为不了自己所希望的样子 比如说减肥 婚前有工作 婚后要向丈夫要钱 婚前自己可能还有更多自己的事业 婚后可能要在家中操劳 很多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 所以心态不能平衡 这很自然 但是永远不要因为男人能够理解自己而感觉到欣喜 因为男人不能理解自己而就感觉到悲伤 生孩子不仅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自己 有很多女人就认为自己生孩子生亏了 我是给你生的 我是给你们家生的 我吃亏了 你要补偿我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你口口声声说的是他不愿意为孩子花钱 其实潜意识里面是在说他不肯为你花钱 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和孩子化成了连体的一部分 就是说这个男人不光是不为孩子花钱 实际上他是不重视我 所以像你这种内心非常不平衡的状态 总是喜欢找别人的茬 如果你这个能够平衡的话 就不会有亏的心态 你说呢 另外还有一点 不要认为结了婚 他长了四十斤 你就可以不捧在手上 有的时候别那么现实 好像女人给你生了孩子之后 你马上立马可以变个样子 这样做不好 你说呢 不说能够跟婚前和谈恋爱时那样 对他那么好 多多少少 你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 有的时候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做一做 好吧 其实你自己也成为不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对吧 所以就不要去怪别人来挑剔自己 就这样 挺体谅的 也挺体会的 生活里面这个很正常 大概都有这么一段泄露的一场 你说我不说了 你们都说到女生了吗 做男人的稍微分享一下 确实大家会问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比重和重心到底在哪 尤其有了孩子之后 你愿意陪伴他成长 但是你真的撂不下手头的活 在这个平衡点里面到底怎么平衡 我觉得你可以每天送你孩子上幼儿园 因为我知道做保险的都要开早会对吧 你接不了他你要送他 我想你如果你每天能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去了 你妻子的抱怨就会少百分之五十 你得有一个行为的表达 踏踏实实地过吧 日子就是这样 没有不吵架的夫妻 好了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年 我太膨复了 我太膨复了 你得到你啊 我太膨迹了 我太膨迹了 你这样 不在那里 我也不知道 你快点 我太膨复了 我太膨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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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便会有个安全感 我太膨迹了 我不乱老板 你不能不慈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请关门 来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两位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罗姆 你来的 好 你教你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